我是台大的學生 我要你要 我要求你說明 吳茂坤才剛錄完廣播節目 馬上被人攔截唱聲 針對台大把管案 提出憤怒質疑 如果一個合法領選的大學校長 沒有辦法上任的話 台灣還是一個民主國家嗎 關你喊得多大聲 吳茂坤吃了襯托就要把管 卻被立委爆料 他早在擔任教育部長之前 就已經是把管 跨部會諮詢小組成員 難道一切早有預謀 他需要一個學術 有專長的人士來參與 從八月到一月 選舉完成之前 這個新手委員會開了四次會 蜘蛛必教 極力探究管中敏一切瑕疵 台大臨時行政會 決定提出訴願 向教育部宣戰 訴願不成 將直接進行行政訴訟 全台各大校長 也紛紛掛上黃絲帶 力挺管中敏 全民連署敦促教育部 退出政治干預 短短時間就破四萬人力挺 他好像也沒做錯什麼事情 然後台大的師生 也覺得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你們外界卻 就是一直阻撓這件事情 突然覺得台大好像突然 變成什麼政府管道 台大又是一個教育的重心 我們也希望能夠將來 還是由我們台大人 自己做主 自己去領導這個方向 政治黑手介入教育 IP踐踏 校園自主 更陪葬台灣高等教育 應有格調 記者潘力詠 顧尚君 台北報導